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沒有任何一個行業裡面的勞工的工作規則 會像高等教育這些學校的工作規則 做得這麼細 這麼誇張 這個高等教育的評鑑 他一定要跟老師的工作權 跟老師的講程要脫鉤 這樣子形式化的評鑑內容 其實是嚴重傷害教師的專業自主 傷害教師專業自主 其實就等於傷害學生的受教權 那目前我們看到了這個教學能力的 評量其實上是非常形式化和格式化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譬如說例子是 你每學期要繳交互動式的輔導紀錄 每班至少十人之 每少一人吃就要扣一個分數 或是全年度授課確實點 平均質詢力達100% 多少分多少分多少分 那當然還有很多 譬如說像要經過問卷調查 教材要上網 這個講義編撰製作教劇成果發表 所有這些形式化的規定 事實上並不等於教學的能力 教學的能力是你直接跟學生怎麼傳授知識的問題 不是這些形式化規定的問題 第二個我們看到的方妙現象是 現在在教師評鑑裡面 有關於研究的部分 都淪為充論文點數 或是評評式會議而已 譬如說幾乎所有的學校都有這樣的問題 你用不同等級的期刊 來當作你文章成就 或是你的學術程度的證明 可是事實上這不代表什麼 現在的老師不只是要做原來的工作 還要膨脹出很多業外的工作 除了教學跟研究之外 所有的工作都要他負責 在這裡面譬如說 老師要對招生跟經營困境負責 像新國管理學院老師一旦進去的時候 學校就會發給你一份招生責任書 看你是在什麼科什麼系 你有一個招生的責任的名額 有這樣的一個名額 你一定要達到那個名額 不然你就沒有辦法得到 這個所謂服務的分數 這個新國管理學院說 教師評鑑學生經營項目是基本門檻之一 每年招生至少達學校規定責任名額的50%以上 學校有一個招生責任名額 或者是學生如果轉學或是休學 或是不來註冊 反正不管任何原因都是老師的錯 所以各單位註冊率及流失率的情況 這是要由主管依照教師個人績效表現 分配至他的服務項目 所以說業外工作 老師要堅任當教官跟保姆 這個很多大學都有 像洪光講這個班級學生綜合資料之代居生住宿資料正確率 甚至有些是你要去訪視學生 這又不是國小家庭訪問啊 這是大學 結果變成是老師要在課外的時間 跑去學生的住的地方 等於校外的宿舍去訪問學生 這已經超過 遠遠超過一個大學老師應該要做的事情 另外 老師的業外工作還有 學生的就業狀況跟證照的章數 老師要掛保證 基本的壽品資料 像東南科技大學裡面就有 你要輔導10人以上的學生取得 以及或中高級以上的證照 才能算是有這個基本的壽品條件喔 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連這個壽品條件都沒有 老師不只教學研究還要幫學生賺錢 還要幫學校賺錢 我們上次有公佈了一個 就是如果你願意捐款三千元給學校的話 這是仁德嘛 仁德醫護嘛 那就可以加分 當然最高加五分 那就是說呢 最高捐一萬五啦 五倍 那或者是廠商捐款給學校 老師也可以加分 那你就要透過各種關係去找廠商 看能不能捐款給學校 那而且這捐款給學校 不能經過個人喔 要直接賄賂學校的帳戶 這個是在學校教師評鑑裡面 寫得非常清楚 要直接賄賂學校帳戶才算數 你學校經營的財務問題 經濟壓力全部轉嫁到老師身上 第七點 這個教師呢 被迫接任行政工作 以加分 或者免評鑑 所以在這種制度的實施之下 誰來評鑑誰呢 就是由主管的權利 會變得非常的大 不然到底誰能夠 校長一個人能夠評鑑所有老師嗎 不可能 所以變得主管 單位主管的行政 這些主管 他的權力非常的膨脹 這種狀況之下 就會產生校內的一些權力分化的現象 比如說我們看到的是 老師變得逐漸的乖乖聽話 非常聽話 成為校方這個權力運作下的這個非常廉價的勞動力 教師要提出他自己的評鑑分數 去找很多的佐證資料啦 有開會紀錄啦 要照相啦 要學生輔導紀錄啊等等的 但是主管他可以check 這些 這個甚至是決定了這些自我評鑑分數 對不對 或者是給系主任最高的權力 最後 總體總評鑑的分數 他有10%的綜合評價 就是非常大的分數 學校還有一個辦法 就是規定一定的不通過比率 譬如說最低的五分之一 那或者是像這個我們看到中華科技大學 教師評鑑百分之五 最後的百分之五喔 那就列平等或丁等 這個中華科技是教師評鑑點數 全校排名順序後百分之五折喔 教師評鑑結果就是不通過 不管你有多麼的努力衝那些分數 衝那些點數 但你只要排名百分之五 最後面的百分之五 那抱歉你就是不通過 那連續兩次不通過 你可能就是被解評 2007 08的時候 開始在校內訂定教師評鑑辦法 可是大家絕對不會相信 這些經過修訂的次數會那麼的高 而且越修訂越誇張 那我們看到說這樣的一種教師評鑑 總括來講 他並不是在提升教師的能力 讓老師整天為了拼生存 為了要活下來要工作 然後過勞 然後做一些沒有意義的工作 那已經跟真正的教育 精神完全無關 現在的高等教育評鑑 不管是戲所 校務 或是教師評鑑 事實上它都不是禁止 而是一把刀子 甚至可以講是一把 二逃殺三世的刀子 它已經嚴重 擾亂高等教育的生態 評鑑方式非常自私化 這個嚴重的傷害大學自主 跟學術自由 這樣子形式化的評鑑內容 其實是嚴重傷害教師的專業自主 傷害教師專業自主 其實就等於傷害學生的受教權 學校都是威權化管理 由上而下再規訓 這嚴重的剝奪教師的勞動尊嚴 這個高等教育的評鑑 它一定要跟老師的工作權 跟老師的講程要脫鉤 第二個 因為它確實已經 徹底的改變大學的生態 改變了老師的工作權 所以我們要求協商 我們的大學法是在2005年的12月28號 正式生效 我們的公會法是兩年前的五億 就整整兩年前 2011年的5月1號 才開放老師可以組公會 所以這個有一個時間的落差 我覺得既然現在高教的評鑑 實施到現在已經出現這麼多問題 我覺得要求協商 對等協商完全合理 第三點 我們同時呼籲 因為現在各位如何清楚的話 教育部已經在著手 研理中小學的評鑑 有一個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的規劃報告 應該已經這幾天就會出來 我覺得應該要暫房 高教評鑑的陰見固有 不要把高教的評鑑的災難 複製到中小學 但大學制製並不代表是 這個教育部不能管學校 所以事實上教育部現在管學校管的一樣很多 那我們提供一個例子 過去學生對學生的懲罰 處分是屬於所謂大學制製的辦法 而經過抗議之後 大法官又解釋 這並不是完全是學校能夠制製的 所以教育部根據這個大法官會議的解釋 他們曾經發文給所有的學校 要去檢討那些有問題的校規 在這個意義上 教育部可以做同樣的事情 一模一樣啊 所以並不是大學制 並不是一個好的理由 你明顯就違背合理性 明顯就違背教師法 如果大學制製是這樣的結果 我覺得這大學制製變成遮羞部 高等教育的遮羞部 然後另外你講到那個校務會議 因為現在的校務會 大學的高等教育的校務會議 事實上大多數學校仍然是行政主導 老師根本就不能全部參與 所以不能透過校務會議這樣子的平台 去完成這種教師評鑑的那種 那個事項的訂定 我們認為要回到那個團體協約的平台 所以那個根本之大還是要修正大學法 謝謝 謝謝